近期在很多法院或裁判官的判 有關於暴亂的案件 那些法官裁判官的判詞 都頗有特色 他們批評控方或控方證人的誠信 或公辭是否可信 甚至到一些 我覺得有些去到侮辱的程度 是否司法界 即是香港的司法界 是否可以這樣 其實似乎現在的主審法官 好像擁有一個 不可被挑戰的權威 他們似乎是單憑主觀的判斷 來裁定案件 統一法官為了放生被告 而對事實有些偏頗的話 甚至乎去指稱控方證人 不誠實或不專業 去推翻所有證供可信性的程度 不但可能已經是違反了法官行為指引 甚至乎是很影響警隊的聲譽 現在的裁判官和法官 因為社會事件炒得這麼熱烘烘 各人都可能有一些觀點 我不相信法官沒有觀點 但當然他應該專業 但當他一審到這些案件的時候 他其實有沒有把自己的觀點 預先放進去呢 如果他有的話 這班警察就慘了 為甚麼呢 他無論說甚麼都不會相信 你想想拘捕了9000人 檢控的只有2000人 基本上還有600宗案是等上庭的 為甚麼會審理這麼慢呢 法律是防止或懲治一些法案法 對社會作出警惕的 如果你審那宗案 三年後才審 對社會也沒有阻嚇作用 你判甚麼都沒有阻嚇 你判死刑也沒有阻嚇 所以鄭司長 我想真的要加把勁 如果有關於裁判官或法官 他們在判詞上有偏頗 是否都應該有機制 律政司應該介入呢